示威者午夜再次衝出金鐘龍禍道 竟然到場驅趕 期間警員帶走一名示威者時 引起其他人不滿 要施放胡椒噴霧驅殺 蔡穩潔報導 凌晨1點多 警方在天馬公園 將一名華爾向馬路釘水樽的示威者 反手推到牆 走開 走開 警察被鎖上 放開 走開 並且將他鎖上手扣 附近大批示威者情緒激動 包圍警員 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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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只有三名警員在場 其中兩人不願用警棍打示威者 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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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者稍為後退 和警員對視要求解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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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警員就帶同盾牌等裝備增援 嘗試帶走鎖上手扣的男子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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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被示威者高舉雙手阻止 一批警員最終成功突圍 大示威者繼續窮追不捨 一批警員突然衝前 私放胡椒噴霧驅散 多名示威者投報中招 警員又搶走示威者手上的傘 情況稍為緩和時 有警員協助示威者洗眼 雙方其後在龍和道行人路邊對視 警方多次警告示威者不要衝擊防線 經過一輪混亂後 警方在龍和道其中一條行車線設置防線 防止示威者衝出馬路 另一條行車線就留給其他車輛洗過 示威者在午夜十二點左右 突然在龍和道鄰近大會堂的一段衝出馬路 大批警員隨即到場驅散 並且清除障礙物 另一邊龍和道近住灣仔的一段 示威者就在馬路中心放置障礙物 車輛都要減速繞過 NOW TV記者在蔡宏傑 在和國佔領區有人運來一批竹枝 搭建一個兩層樓高的瓶架 並掛起一幅爭取普選的標語 大共人說是不滿警員有打示威者 戰利聲援 但經過商討後 擔心萬一混亂或清場事 會有危險而拆除 另一個裝著水的鐵罐 在亞街老街近西洋蔡南街街口 由公署墮下擊中一個在街邊 收舊手機的男人 那個男人又在救護車上接受包紮 有一個反對佔領的女人到場 和示威者爭執 期間被一個男人撞跌 警方其後帶走那個男人調查 其他示威者就繼續在佔領區聚集 有人直地移睡 在帳篷中通宵留守 有人搬問木板加固各個路障 為警方可能清場作準備 投訴在龍和道清場的時候 被多名警員毆打的公民黨成員 兼社福界選委曾建超 離開北角警署 他表示會向警方 和涉及事件的警員 採取法律行動 各位都應該在新聞報道中 看了本人被制服 和沒有任何反抗能力下 遭多名警察的暴力襲擊 經過法律諮詢意見之後 本人將會向警方及涉事的警務人員 採取法律行動 鑑於事件可能進入司法程序 本人現階段不能對事件作出進一步的評論 或者回應相關的提問 曾建超展示他的傷勢 包括額頭、空部和背部的傷勢 他說事件即將進入法律程序 不會回應提問 警方表示被投訴毆打示威者 涉及7個警務人員 包括2個督察、5個初級警員 他們已經被調職 警方未成立專責調查隊搜證 如果發現有警員違法會依法處理 任何人有任何相關資料提供給警方 警方可以作出跟進 這些提供的資料對雙方都是公平的 因為警方可以作出更完全、全面的調查 坤,你剛才所說的投訴 其實現階段我們還在調查人員搜證 我們這個行動包括 向拍得有關片段的媒體聯絡 希望他們協助我們去調查 剛才我提過 假若在調查過程之中 我們有一些資料顯示有刑事情份 我們就會沿認刑事調查的方向去處理 作出跟進 警方晚上回應傳媒查詢 說投訴警察科的專責特別調查隊 至今仍未能跟投訴人陸取口供 了解當時的情況 但調查人員已經開始搜證 包括將會聯絡拍得片段的媒體 要求他們協助調查 又說懷疑涉事的七個警員 已經調離前線行動工作 至於他們是否就是片段出現的人 應待確定 如果有足夠資料確定身份 會考慮將他們停職 幾百名社工不滿警員打示威者 到警察總部抗議 他們強調無意倒路 致警方拒絕他們集體報案 所以聚集在軍器創街等候 到清晨才離開 後消息報導 警示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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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以百計的社工和市民 挨慢手持示威標語 去到警察總部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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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滿警員清晨 在龍和道清場的時候 打示威者 要求逐一報案 大批警員戒備 捉成人鏈 通往總部大堂的樓梯都落了閘 示威者批評警方不讓他們報案 站在警察總部外的軍器廠街 我們無意倒路 但是你們這個警察 就是堵塞著我們向你表達一個 最基本不滿的權利 他們堵塞軍器廠街和落黑道的路口 警方之後讓步 安排他們分批報案 我們要報案 我們都會安排他們的報案 你們只要坐下 然後我們看你們看多少人 我們會一直批批批批 警察打人可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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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報案的社工 陸續走到警察總部門外排隊 長長的人龍 幾個人幾個人一批 等著入警署 其實網上都有很多片段和新聞 可以看得出 昨天的確發生了一些很不公平的事 和很暴力的行為 如果這樣都可以放任不管 我相信香港都很難再有公義 受到示威行動影響 車輛一度無法轉入軍器廠街 示威者留守在軍器廠街 九個多鐘之後自行殺去 現場一帶已經恢復通車 NOW TV 記者 後少期報導